一个是它卖的商品 它以食品和百货为主 当日它有很大的促销和折扣 它是远远低市 它往往是折到40% 50% 很便宜 茅台1400这些 很快就会订购一空 这个和价格战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它卖的便宜 现在它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可能中国的贸易战 通胀和一些 比如说各种不食品的价格上涨 这个跟一个心理暗示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中国的 它这个消费者 它有一种重用心理 那么它也有对 比如说一些国际的品牌 它有一种崇拜心理 所以我没有见过 那么我就看一下 这些消费心理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同时它是在上海 它处的这个地方在敏航 青埔那一带 这一带是比较宽阔的地带 它大概接近松江 它消费能力比较强 它代表美食 它有一些外国人在那里 因为上海也是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 它有能力去购买这些产品 所以因此我想它产生了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火爆的场面 所以产生也不足为惯 我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我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但是我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